今天下我們要討論到這個話題是2022米其林指南必比登推薦店家 那台南今年首次納入評鑑城市有27家美食店一一獲選 其中有一家引起了比較多的討論 這一家府城市府是以台菜入選 那你看這個照片當中的蚵仔針 可是蚵仔針的蚵仔直接放在蛋針上面是引起一些熱議 業者發文澄清了店內的蚵仔針 實際上跟米其林PO出來的樣子好像不太一樣 可是你知道嗎 網友抓包了 其實米其林選用的照片 這次店家官網呈現出蚵仔針的照片 直接打臉店家 包在裡面吧 對啊 上面的也 上面也會有嗎 有啊 台灣道地小吃蚵仔針應該長這樣 但必比登23號公佈的府城市府蚵仔針照片 蚵仔竟然全外露鋪在煎蛋上 引發網友瘋狂吐槽 第一次看到蚵仔都在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像有點好笑 店家當晚在臉書發文澄清 這個蚵仔針不是我的蚵仔針 起初網友力挺 建議店家提告米其林 至少該公開道歉並換上正確照片 但後來有網友抓包 米其林用的照片 是店家官網線上菜單的圖 狂轟店家錯誤是自己造成 要不要先去官網 看一下菜單再來哭 事後店家澄清 這是之前參加活動的照片 蚵仔針把那個蚵仔放在上面呢 也不是我們的產品 只是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當時的師傅 他也是很善意的 他說啊 這蚵仔針這樣 看不出裡面是什麼 那這樣子啦 我把一些蚵仔放在上面 讓人家知道說 這蚵仔針裡面包的就是蚵仔 感覺是硬拗啦 其實蚵仔針本身 大家都知道裡面有蚵仔 好不容易登上必比登的小吃推薦 卻因為蚵仔針的照片 引發軒然大波 業者趁機推出活動 8月26號到9月30號起見 只要姓名任一個字與蚵仔針同音 就可以免費享用一份蚵仔針 我要吃蚵仔在上面的呢 還是傳統的蚵仔針 我想我們都會製作的 每天50份一共送36天 1800份的蚵仔針 有條件免費廠 藉此平息風波 也趁機讓更多人品嘗不成的美味 這位記者楊文花許雄文 才能報導